Hello大家好,我是神天组长 本期节目我们来水一个开箱 要水的对象就是眼下的这款来自万代出品的一个潮丸 QMSV系列的自由高达 这款也是近期刚刚发售 组长我是第一时间在RBE那边补款 然后收到的 至于潮丸这一类东西 之前我第一次接触是在泡泡马特 有幸的是第二发抽到了这个全装的原主 第一发是这个迷彩色 个人感觉人品还算过得去吧 但这小玩意儿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涂装感觉不是非常的精致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升级版 这个大号的QMSV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个大号的 不知道会不会中奖 我们来一起拆箱看看 这次居然是限量6000个 之前的好像是限量3000个 那么说明的是这一款自由的量就非常的足了 它是一个抽屉式的 我来看看 抽开 哦 是这样子的 抽开之后它这里是一个 这款Q版的自由一个峰绘 然后呢表面有个吸塑 我来看看这个吸塑 哦 这样子拿掉 嗯 太臭了 太臭了 这个味道实在是太臭了 然后有一个这个板子 边边是它的简单的组装流程啊 哇 这个味道 哦 份量还挺沉的 是不是一整个糖椒啊 然后里面就空了 我们来看一看 哇 说真的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真的很刺鼻啊 让我想到的是那个 暗原的机库场景 同款味道 同款味道啊 一个盾牌 一个手部握持的光束步枪 这是一整体啊 这是一个整体 然后呢就是这个自由的主体了啊 还有一个围巾啊 这围巾是防刺色的薄膜 轻到挺轻的 这就是第一层的内容 哦 第二层是装了两个翅膀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这个小东西啊 啊 以及两个翅膀 好了 经过了一阵拆解啊 我们拿出来之后呢 会发现这款自由它的产品 一共是主体一个 手心一架枪一个 盾牌一个 盾牌连接支架一个 带编号的翅膀一对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一次的编号 居然设计在翅膀上面 跟这个主体 没有关系啊 我一开始还以为 会不会跟元祖一样 在他的这个肩甲的后面 设有编号啊 结果这一次居然是在了 翅膀上面 嗯 那这个主体 诶 等等 这个主体下面 他给我写了一个801 在这里 有一个801 至于翅膀呢 他也只是在一个翅膀上 就是这个翅膀 而这个翅膀是没有编号的 这个翅膀是0769 0769 0769 那就给他组装一下看看 这个组装 没差难度啊 我靠就是这样子的 就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 不是很重的 哎呦 哎呦 然后这个手在 那这个能转吗 可以转可以转 可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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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果然很紧啊 这个翅膀也有着略微的可动啊 这个头也可以小转转 那么这个自由UMSV 就在眼前呈现出来了 只能说这一款的整体漆面啊 跟这个小玩意儿 不相伯仲啊 我这里呢 又有一处 中 中奖 哇塞 不是吧 不会吧 哇 哇 这中奖的有点多啊 这这这这咋整啊 这可是我第一款这个 这个 仇丸啊 这个财团就对我 如此不薄啊 我是 真的是 无言以对啊 这个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 这大宝贝不带这样啊 不带这样的 不带这样的 你让我下次还会不会支持这个系列 我估计是不太会支持了 不太会支持了 就这 总的来说啊 这一款自由 我对他的期待值可能是略高了一点啊 他到我手上之后 我觉得 就很普通 可动呢 也就是 头部旋转 然后手臂摆动 至于曲肘是没有的 手呢 能旋转一下 翅膀呢 也能旋转 但是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的松 翅膀呢 还能进行小范围的 像蝴蝶一样的摆动 脚步的话 几乎没有可动了 只能这样旋转一下 所以呢 这一款更多的还是像一个景品一样 放在那边展示 那他以这个499价格啊 我只能说 如果你不是真爱的话 还是不要选择了 其实我觉得 偶尔来一发这个也可以的啊 两个东西不差 只是一块上有点差别啊 哎 这个你要说他是不是检测智商 我不敢说啊 我只能说如果你真喜欢这台机器的话 可能会去入啊 对了 如果他要是出命运的话 我还是会入的 除了命运之外 他出再多的 我可能不太会再去选择了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简短的开箱小视频啊 这个QMSV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这个自由 我也不知道他能放在我家的哪个角落里 还是乖乖的回合吧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